从没见过这么爽的捕鱼方式 鱼网一转一转 直接墨镜河里 眨个眼的功夫 就抱出一头巨大的鱼 除了用头 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形容这条鱼的蹲位了 而且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居然是一条鲤鱼 也就是传说中的巨型鲜螺鲤 这是鲤鱼中 现存体积最大的种类 非常稀少 说着同伴也等不及 再次将一张直径四五米的大鱼网 洒入水中 水面瞬间泛起一层涟漪 不过他也不着急 蹲在船头静静拉着一线 感受到手里的拉力越来越大 他知道时机到了 赶紧转头示意 打配合的老哥 就忙不迭地跳进水里 去寻找鱼网 这张网实在太大 单凭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收回 必须要两个人配合默契 这条合遇显向还生 也就是他们这样有经验的老渔民 才敢用这样的方法 你看他的速度多快啊 猜不到两分钟 老哥就把重量 翻了几十倍的鱼网拖上了船 我的天哪 这么大的鱼网居然已经装满了大半 到去船上一看 赫然又是几条巨大的鲜罗里 这种鱼头起大 没有鱼须 最大可达惊人的三米 而且作为柬埔寨的博鱼 这种鱼的价值不可估量 一网能捞到三四条 简直是想不发财都难啊 这边的大丰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兄弟 二哥也紧跟着抛出一网 然后在船上一边紧紧攥着鱼绳 一边调转船下 调整鱼网的角度 眼看着大鱼把鱼绳拉得紧绷成一条直线 同伴心领舌贵 赶紧就朝着鱼绳的方向钻了下去 谁知这时候意外发生了 他竟被大鱼拖了个猝不及防 呛了好几口水 好在他的水性够好 反应过来以后 即便很艰难 也是朝着船边一点一点游了过来 这回的鱼就更炸裂了 如果不说这是条鱼 我会觉得端上来的是个导弹 这家伙也太大了吧 又是条纤罗里 目测至少四十斤 摁了半天才摁住 真不知道该说今天的运气太好 还是这里的鱼情太好 下一网也如约而至 不得不说这样撒网可真锻炼比例 每一个抛物线都是一次力量的考验 不过由于兄弟们都纷纷跑去撒网了 这一网就由他自己在船上慢慢回收 然而事实证明 这一网也确实用不着辅助 里面的一兜鱼比起前几次那就太小了 不过看清了老哥发现 里面那条最大的 赫然是一条七星刀鱼 这东西的尾部薄如利润 才因此得名 作为一种夜行鱼 极少在白天漏头 大下午能捞出一条 也真是意外之喜 说着渔民继续抛出下一网 这一网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从他谨慎的动作就可以看出 这回兜住的鱼也不是个小家民 直接就把他拽得跪倒在地 他连忙招了招手 示意同伴过来帮助 最后两个人合力 从水下拽上一条三十多斤的巨型鲜罗里 船都要搁不下的 不知道如此逆天的收获 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报酬 如果有董行的朋友 欢迎在评论区探讨 这回更刺激 简直难以置信 在险象还生的亚马逊河流 只要轻轻撒一张鱼网 就能直接实现一票退休的梦想 唠叨的鱼多的三个人一起都抬不动 其中还时不时夹杂着架着连城的珍惜鱼种 暴雨过后水流湍急 是鱼儿最喜欢出来觅食的时候 同样也是这帮渔民收割的好时机 不过虽说风浪越大鱼越贵 这里的鱼也不是好抓的 渔民需要架着一艘小船 在发洪水一样的河道中穿梭 经过暴雨的冲涮 很多好吊点都会被淹没 他们找了一个多小时 踩到了一个急流中的回水湾 然后连忙撒出鱼网 可谁知道这一网捞上来的时候 竟只有几条小杂蚁 不过哥俩还是碰了碰拳 既然有鱼 就证明他们的地方没找天 不过在这里指望钓到大鱼也难 于是兄弟俩继续开船 在河道中缩寻 不得不说 坐着小船这样漂流在亚马逊河里 也不是为一种刺激的体验 不过还是要穿好就生意 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一处较为缓和的水域 根据直觉 他们觉得这一网会有大鱼 于是派出一个兄弟 下到水里去拖住鱼网 再有几个人一起下水收网 然而随着鱼网慢慢浮出水面 哥几个悬着的心也终于死了 这怎么又是一对小鱼 虽说比上一网要多出不少 但是依然没有他们想要的大鱼 来都来了 哥几个只好继续开着心爱的小货船 寻找下一片水域 这回他们找到了一处岩石聚集的回水湾 这里的水位相对较低 水质也比较清澈 不像刚才的区域那样发魂 打眼一看 就能发现很多穿梭的鱼群 给渔民看的是迫不及待 只见鱼网一泡 瞬间炸起几十条沸腾的鱼儿 于是他们赶紧撒下第二网 这次的鱼儿更是多得几乎要飞起来 最后收网的时候 几个人一起抱都抱不动 我的天哪 这简直是进货来了 虽然里面都是一些小鱼 但顶不住数量大呀 而且打开网都更是精细 一片雪白的小鱼之中 居然还有一条巨大的黄鱼 赫然是一条半米长的黄辣钉 这种鱼肉质是出了名的细腻 味道也鲜美 这样一条卖个五百块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正当我以为 他们要把这些一窝端的时候 搁几个这时 却做了一个让我出乎意料的举动 那就是将黄辣钉放生 只因这条黄辣钉的隔头 在这个品种里算是比较小的 为了物种延续 只能等他成年再会了 看得我不得不给他们点个赞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